另外一个重大的新闻是在战中事件的时刻 相当多的人不完全是从普选的政治角度 而且是从现在香港的贫富差距 以及和中国大陆不断的路客的冲突的角度 来思考这一波被视为是反中的大游行 而香港的特首梁振英在本周宣布了一个重大的政策 停止投资移民 梁振英说香港现在需要的不是资金 而是人才 投资移民是香港在97特别是SARS的时刻 当时香港非常多的资金外移 非常多的演艺人员 著名的演艺人员都移民到加拿大 跟移民到其他的国家 这个时刻香港祭出了所谓的投资移民 到当地你大概投资到一定的程度 它后来随着经济状况慢慢越来越好 所以金额就不断的浮动 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允许投资移民 而这成了很多大陆富豪或者是贪官 可以移居到香港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槛 但是也加剧了第一个就是过去 其实香港的公房政策 就是房屋的政策 其实是相当稳定的 可是就在这一波的投资移民情况里头 香港的房价高到离谱 最终的贫富差距 以及高房价成了民众共同的愤怒 那么这是这个礼拜非常重大的香港的消息 停止投资移民 而且梁振英摆明了香港需要的是人才不再是钱 那么这个宣布被视为是他对整个战争运动里头 关于经济面向的一个政府的反思 而另外一个部分引起大家关注的 是前一阵子曾经说香港人被宠坏的 这个华人的首富李嘉诚 在这个礼拜做出了重大的宣布 他把他的两家上市公司 基本上的注册都移到了开办群岛 被视为撤资香港的相关决定 香港占中运动结束一个月之际 特首梁振英准备发表他上任后的第三份实证报告 面对的是立法会场外的抗议和议场语的悲响 泛民主派议员称起黄色雨伞和调服高喊口号 绕行议事厅后退场表达抗议 但一名议员举着辱骂梁振英是港间的标语 被强行抬出场外 感谢全体的反对派议员 由现在开始给我们这个全程的 安静的和应有的庄严的环境 梁振英话讲得很酸 也注定接下来的实证报告 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 梁振英在实证报告中宣布 立即暂停投资移民 这项从2003年开始的政策 意再吸引投资 刺激SARS过后的经济增长 批准的2.5万个申请中 90%来自大陆 这些有钱就是任性的人士 推高了香港楼市 尤其是豪宅的价格 尽管港府在2010年 将拿到香港居留证的投资门槛 从650万港元提高到1000万 但这并没有阻止土豪们继续涌入 梁振英这么一喊停 将等着审批的1.2万个申请个案 距于门外 分析认为 这虽然是贴近民意的做法 然而这项曾经拉抬香港经济的政策 短期内对香港金融业影响巨大 事实上 大陆官方媒体就曾估算出 战中期间 香港经济损失大3500亿港元 许多企业更已经在评估 政治动荡下的投资风险 与此同时 具有指标意义的 亚洲首富李嘉诚 开了第一枪 无预警的宣布 旗下长江实业与合计黄埔将合并重组 和黄的核心业务 包括港口 零售 基建和电讯 将和长石合并成立长江合计 其余的地产业务则由长石地产管理 重点是两家重组后的企业注册地 从香港转到英属开曼群岛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引发外界揣测 一向投资准确 对市场敏感的李嘉诚 正从香港撤资 李嘉诚记者会上反复解释 长河重组与撤资无关 然而亚洲首富已成为外资 香港人对此实在无法适应 更多的分析认为 战中后的政治风险 是李嘉诚琵琶别报的主因 而一向远离政治的李嘉诚 这回说出他的忧虑 他希望当前港府提出的 普选政改方案 可以顺利通过 政制一定要转一步 以后分析认为 李嘉诚旗下企业已布局全球 更改公司注册地 有其商业考量 而美国商业周刊 中文版一篇文章认为 大陆各区域经济 都朝向自由贸易区发展 香港传统上作为 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角色 正在上市 在港企业具指标意义的李嘉诚 一举一动自然受到关注 但舆论对李嘉诚撤资的讨论 因政治立场不同 也都各取所需 有人认为是对共产党没信心 也有人归咎于香港当前的政治动荡 但这都凸显港人 对自身经济地位下滑的忧虑 在争取民主与保经济间 陷入尴尬的辩论之中 对清点的凡血没关注 对清点的凡血 在温虑也会有点凡血